字幕 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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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那我們就準備要出發去機場囉 機場關體 好火嗎 但是我剛有問他不可以check in啊 那馬土 金門幹嘛 OMG 還好只是虛驚一場 順利的進來之後 我們就準備來後機室等待啦 拍飛機拍飛機 一定是因為太久沒有大飛機 所以大家都悶壞了 OK 我們準備排隊登機囉 順利的完成登機手續啦 那我們就準備來走的有空橋吧 哇 捲著是非常的久沒有走這個空橋了呢 起飛這天的天氣算是綿綿細雨 並不是說太好 飛金門跟馬索班機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我們可以飛澎湖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好天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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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少多 satur 去打澎湖啦 這是我們今天入住的超美民宿 看就是一個設計感十足的民宿 非常的漂亮 那老闆娘也是非常的熱心 進來就介紹我們許多的設施 今天就先睡啦 明天再來room tour一下給大家 我們這一次入住的這家民宿的房型 是他們最大的房型 那一起來看看吧 左邊就是他們第一間的廁所 他這邊民宿的廁所和房間 都有裝這個透明的落地窗玻璃 搭配這個自動窗簾 讓你整個空間就是非常的透亮 對那這個是樓中樓的一樓 上面有樓中樓的二樓可以前往 那這個房型他是總共可以睡六個人的 所以下面是兩個人的雙人床 那我往上走的話 左邊又是一個透亮的 嗯 玻璃窗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四人的空間 最大的特色就是這些窗戶還有窗簾 打開後的無敵美景 開窗簾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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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不得了 這大概是我住過最大間最大間的廁所 雖然有點亂 大家就見量一下齁 浴缸超美超大 是不是超美的呢 這個是他們的沐浴備品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睡覺啊 然後如果要灌洗的話 又用廁所 都要把窗簾關起來 不然你的隱私就是非常裸露這樣子 所以我們天天都在開窗簾 都關窗簾 大家以為澎湖都是藍天白雲對不對 很像一個輕度颱風過境的感覺 我們去的時候剛好都一直在下雨 這是唯一天氣最好的時候的玄武岩 只好跑來免稅商店活動一下囉 這裡大概是最像澎湖的一段小影片了吧 就是有海灘然後有海浪 基本上都在室內活動的我們 就這樣結束了三天的澎湖旅遊 好捨不得喔 然後就在廣洋這種孫子裡 也… 至於我們坐在廣州 activating